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洪伟祥律师 今天跟大家谈谈由首相安华所公布的副部长内容 总共宣布了27位副部长 老实说这个副部长的阵容远远比内阁部长来得更好 方向明确然后也不会有太大的漏洞 当然我们必须明白副部长其实摆设意义是大于实际意义 因为副部长是无法进入内阁开会的 也无法定义政府的方向 因为你不在内阁里面嘛 而内阁会议都是机密的 所以你作为副部长你是不知道你的同僚 或者是整个政府在制定政府政策时所进行的讨论和考量 所以你最多就只是一个帮手执行者 而你可以执行到什么地步 你手握多少权力 则是看你的顶头上是部长愿意下放多少权力给你 所以副部长比较像是一个部长的帮手或者是当剑牌 当部长面对质疑的时候他们就会推副部长出来解释 或者是他们无法出席国会 无法面对国会的咨询的时候就有副部长出面 这是我国一贯的情况 所以副部长是无法入阁的 这点必须先搞清楚 那为什么说副部长的阵容是比内阁阵容远远来得好呢 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他没有再把最大的利益让给巫统 并没有把巫统视为坚定盟友 巫统总共拿到五席 但只有三席是西马巫统 这跟部长西马巫统 二十个国会议员拿到六个部长加一个副首相 是插天共地的情况 你要知道其实东西马的证据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次副部长阵容只给三个副部长给巫统 这是非常正确的思路 千万不要把巫统当作是你的坚定盟友 他是敌人 你虽然被迫跟他合作 但是是以敌人的方式来合作 副部长我们看到这一个态势 这绝对是好事 还有第二点非常正确的举措 就是终于重视东马了 把最大的利益分配给东马 我们看到在内阁部长的排阵上 东马只拿到了五加二 就是沙拉越五个 沙巴两个 七个部长 但是他们加起来是有 二十六加三十一 五十七个国会议员 比任何一个单一政党 所拥有的国会议员还多 所以很明显是不满的 尤其是沙巴州只拿到两个 沙拉越他们五个部长 虽然数目上看起来很不错 但是完全没有重要部长 传统上六大重要部门都没有一个交给沙拉越来执行 所以他们内里也有不满 但是因为拿到了比平常多一个部长的职位 所以还可以按下去 这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现在的联合政府其实最坚定支持你 最团结支持你的是来自于东马 而东马是很好笼络 只要你给得到他们的利益 他们是可以跟你一起的 所以这一次的副部长分配 你可以看到沙拉越竟然有六个副部长 沙巴终于得到了补偿 加上巫统的沙巴国会议员 还有行动党的沙巴国会议员 总共有七个 所以在二十七个副部长里面 东马囊括了十三个之多 这是接近48% 接近近半的比例 所以这个思路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行动党在内阁部长的分配 很明显是被压迫的情况 联盟内联合政府内最大政党 确实拿到四个部长 而且无一重要部长 他拿到的部长还比2008年 马华拿到的四个部长的成分还要低一点 因为人力资源部是低过卫生部 然后青年体育部是低过妇女跟福利部的 但是当时的马华 2008年的马华只有15个国会议席 你现在有40个国会议席 所以很明显是被压迫 这一个错误也在副部长这边纠正过来 副部长我们看行动党拿到六个 然后里面还包含了一些重要部门 比如财政部 比如贸工部 他有教育部 当然这个传统上也是会给行动党的 如果要说不好的地方 那就是一样让有争议的人物来进入副部长的阵容 比如阿曼马兹兰 阿曼马兹兰也跟Zahid一样 虽然他没有那么多案件 只有少数的案件 但是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笑话般 邪心般的人物存在 而且他也是Zahid的坚定支持者 然后内政部也交给了巫统来执行 这点我觉得是不对的 因为财政跟内政都是非常重要的部门 虽然他没有实权 但是他的指标意义是非常大 尤其在财政部 其实安华兼任是巨大的争议 是内阁其中一个巨大的败笔 其实应该委任副部长的时候 委任一个德高望重 资历不输给安华的人来出任副部长 那你就可以大大的消弭 安华兼任所带来的伤害 安华就可以说 你看我只是挂名 我找一个这么资历不输我 甚至威望比我还高的人来做副部长 那其实我是要把权力交给他 我拿部长职位只是为了稳定政府 但是并没有 他一个给了安华兼任 一个给了沈志强 沈志强也不算是很资深的领袖 所以这个排阵上其实是 也不是太好 不过整体而言 像我刚才所说 好是多过坏的 如果叫我打分的话 我会打个70分吧 这就是我对内阁副部长阵容的看法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